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欢迎各位喜欢周期的体育迷啊 为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周期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周期呢正在NBL的凤凰队修理 可以说周期前往凤凰队之后呢,一开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后期呢,因为伤病包括个人的一些原因吧 周期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 目前来说周期也是在凤凰队啊,不是绝对主力 上场时间也是压缩的非常严重 所以说很多喜欢周期的体育迷啊 也非常担心周期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状态 因为目前来看,中国呢还是需要周期能够在关键时刻 能够帮助中国绿亚前进 就在之前也是有媒体报道呢 可以说周期呢,在打完凤凰队的一年合同之后呢 很有可能返回国内 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期之前的合同是一加一的合同 第二年是球员选项 周期呢可以跳出合同 回到CBA的继续修理 但是作为区域来说呢 因为达都知道 之前是周期是因为与新邀队弄翻了合同 所以说去了MBL 周期回来之后呢 是不是还要回归新邀队呢 据证明大V透露啊 周期即使回来的话 也可以说跳出合同 不加盟新邀队 通过图中可以看一下 他还是表示呢 周期即使回到CBA 也不一定会加盟新邀队 可以说周期在如果MBL打得不帅的话 打完第一年合同之后呢 回归CBA的话 他的行动价很有可能就是刘灵队 因为目前来看 刘灵队呢 一手培养了周期 只是因为后期呢 周期前往了新邀队 周期也是非常有意向去前往刘灵队 能够帮助刘灵队啊 能够打出比较好的水平 争取呢 这次夺冠 因为本代季可以看出呢 刘灵队在我后位的位置上 确实是一个短板吧 韩文军可以说目前来说 数年龄的一些限制 加上布兰德的能力不强 所以说刘灵队方面 也非常希望已经一个比较好的五后位 周期呢还最好选择 如果周期在MBL打得不顺 打完一年之后回归CBA的话 他的第一选择肯定就是刘灵队 根据这位大V的爆料 周期如果不会新邀队的话 他一定会去刘灵队 因为确实周期对于刘灵队来说 确实非常重要 这也是出现一个大反转 因为很多球迷是非常期待 周期能够在MBL 能够打出自己的身价 但是目前来看 MBL确实对于周期来说 打得也不是很帅 我们也是希望的周期 不管是在MBL继续打 还是回归CBA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 争取能够努力提升自己 在以后的公安力的比赛中 能够对领中国男男 继续前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散